109年全国志愿服务汇报 17、18日在陆港镇统一度假村举行 来自各县市政府志愿服务承办人员 基优团队代表及彰化县基优志工团队代表 共计200人参与 彰化县长王惠美 勉励热心参与公共事务 服务人群的志工们 一起努力让志愿服务更加美好 让社会更和谐进步 那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志工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正向 非常重要的正向的力量 所以我们部里面每一年都要办一个联系汇报 把大家这个的力量再聚集起来 那今年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全力支持下 那协助我们在彰化鹿港办这样一个活动 聚集我们这么多全国最机优的 最优秀的我们的志工伙伴们来到彰化 那来进行两天一夜的研习 那透过这个研习让中央跟地方 那针对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研习 让我们的这些资工伙伴们能够更有力气来继续来服务 那也利用机会来行销我们彰化线 那实际上有这么多最机优的都是领导者来到彰化线 我想对于整体的观光也好 那整个彰化的好彰化的美也可以透过大家能够继续推广出去 所以在这边要特别谢谢师长给我们彰化这个机会 一起来这个照顾关怀我们的志愿服务的朋友们 也一起为彰化的这个好来行销 谢谢我们师长 本次汇报以社区防疫与志愿服务 及推动高龄志工参与志愿服务为主题 凸显志工服务的重要性与多元性 更特别安排社区观摩活动 深入了解志愿服务之在地化与特色 公益频道林义俊陆港采访报道